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因為不滿 當地政府將土地建脈 廣東佛山市順德區北轎鎮三紅祈村的700多名村民 3月22號發起靜坐示威 數百名手持防暴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到場鎮壓 多名村民被反綁雙手帶走 遼寧維權人士趙鎮甲3月1號在北京被抓後 一直與外界失聯 3月22號 他在微信上發出消息說 他和六位遼寧省府順市的維權人士一起 一直被非法拘禁在府順市新府區第三醫院的三樓 由政府人員和社會人員勘壓 至今沒有人身自由 北京維權人士楊秋雨的妻子王玉琴 3月24號在網上求助 希望有正義律師能夠為她的丈夫做無罪辯護 據王玉琴披露 楊秋雨今年的3月1號 被豐台區公安分局警察從家中抓走 但家屬第二天拿到的拘留通知書上 落款日期卻是兩個多月前的 去年12月26號 罪名是尋釁滋事 3月14號 豐台區檢察院再以同樣的罪名 批准了對楊秋雨的逮捕 江蘇省無錫維權人士王建芬 因為進京上訪 被地方政府截回行政拘留7天 3月21號獲釋後 他在拘留所門口發表視頻演講 揭露被地方政府和西山區公安分局 對他的惡意構陷 並指控他們互相勾結綁架公民 使黑社會犯罪團夥